刘先生究竟是怎样被商家的宣传吸引的 植物油真的可以作为新型燃料 甚至替代液化器吗 为了弄清楚事情真相 记者以想加盟为由 前往同样宣称可生产这类新型燃料的 冠群生物科技公司 该公司业务员宣传话语 跟刘先生之前加盟的 河南汉轮公司的宣传如出一辙 都以燃料优质利润高来吸引客户加盟 这出风力是比较便宜是吧 其实因为你想在野化器一贯应该在120左右 它是13公斤 一公斤就花到9块多 咱这个做事成本在4块多一公斤 你想你比如说联系了一下学校的餐厅 或者工厂的食堂 一个月就好几堆 做到好的话一个月占几十万 做到不好的话一个月占个两三万 而另外一家名为洛阳质邦石化的公司 也宣称加盟他们的新型燃料 可以达到日入万元的高额利润 日入万元的利润又是高科技燃料 如此宣传确实非常容易能让人心动 然而刘先生对此却并不认同 他告诉我们当初加盟的 河南汉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也曾宣称制作此类燃料成本低 回报高 刘先生告诉记者 加盟前河南汉轮公司宣称的高额利润 在加盟之后 几乎都无法兑现 当记者问及为何无法兑现当初宣传的高额利润时 河南汉轮这位工作人员 却以合同上没有约定为由 进行搪塞 随后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 在山东 山西等地 也出现过类似刘先生的情况 不少网友表示 商家在客户加盟之后 并不能做到当初宣传的那样 就是从快手上看到的 那个视频 就是给那个车 往车都加这个水新能源的 我都来自己的思想 这个加盟这个项目 然后他都给我们讲 怎么好怎么好 然后还这个成本还低 然后赚的还多 他出来个两块八嘛 是吧 今天我家用是六块一 是吧 中间的利润就特别大 实际操作了 爱他那个市场上 给我买的那个东西 剩五块六我刷了一下